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 我们看看她的一个名剧 她的名剧典型类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看 阴神相冲 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女命 女命我们看一下的 圣经是她的福德宫 福德宫是俯禄之神 其实她就应该是很想俯的一个人 很想俯的一个人 但是她下了两个银幕来冲她 福德宫对面一定是财宫 一定是财宫 天干世火 木来生火 这是典型的一个财迷 她就是喜欢赚钱 喜欢赚钱 但是呢 又有青龙 青龙在内呢 这属于说吉祥之门 她里面建了一个金星 金星的话呢 就意味着 她是凡事呢 钱财是由自己 辛辛苦苦赚来的 但是她的命当中 适合于赚众人之财 为什么 意思在这个更功 二是呢 自己辛辛苦苦努力 但是她本人的太阳星在中间呢 其实本人不小气 也是属于豪爽大方的这么一种人 运功在五火 在珍珠门 珍珠门为富贵吉祥之门 但是可惜的是她的月星在这里 月星在这里就影响到了她的一个运程运气了 本来她这一生来讲 我们说 应该是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的 但是现在后天修来的呢 她是九星在内的 反而呢 会增加了她的这个 现在的运势 运势呢 现在就是属于 贵人吉人之相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说 今年会给她带来的什么呢 说今年的太岁会给她带来 淫与害和 会给她带来财呀 所以说她今年的财运一定会很好 但是她今年的财 天干是丙火呀 所以说她这个月和那个下月月丙火丁火 她的财运都要往外去付出啊 但是我们看她的管禄拱 管禄拱在这个虚土 虚土呢 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行从和害 相反来说她倒是植武冲 她今年有这个变动变化 运程变动变化的 但是呢 她没有现那个关禄拱 这也代表她走不了仕途 她就是一个财迷 喜欢赚钱 然后呢 她是淫务虚合成的是什么局呢 是火局 她是喜欢追求精神上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谈到婚姻这方面呢 她的婚姻里面胸门配上恶门 这是属于 她的婚姻就像噩梦一样 勾魂呢 是主忧仇啊 她仇啥 仇她的婚姻呢 婚姻之中呢 又不受行从可害 她这八字里也这个没有行从可害 这就说明她无论婚姻怎么变化 都没有离婚离异之相的 但是我们看她的孩子特别好 因为她的孩子在这个正宫啊 正宫为奇门顿家的日出东方 日出东方 但是里面进来一个衣星有点不美的 而且她这个衣星她本身就是在子年啊 织毛型啊 所以说对孩子不是很有利 但是她的要论男女呢 她的里面进来一个衣星 衣星为男呢 所以说她命里应该是有 她有一个男孩的一个命的 孩子将来财运是不缺的 为什么说运兄偶子财啊 运兄偶子财 她虽然八字里没有 但是她就后天有了 所以说她的孩子将来不会缺这个 钱财的 总体来讲 她今年在这个运程运势上来讲呢 她是走这个财运之年 而且呢越往后呢 她的运势其实挺旺的 财运也挺旺 基本上也就是说 其实她这几年别求什么贯禄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就好了